但問題是你不是因為中聯辦官員下載時才跟著下載 我們在國安範圍這個完算選舉制度之下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逐步的措施已經落實了 譬如要求議員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些是一個最基本的措施 令到參政者起碼達到最基本的外國者的人士 才能出任這些公職 其實接下來他會成立一個公務員學院 我覺得公務員學院應該加入更多國家的國情 國家的行政、政治的編章 令到他們了解國家的發展 議會將會由外國者的人士組成 變成我們對議員的要求都會提升 我們不希望議會就像以前一樣 就像是大聲夾惡 這樣在胡亂去阻止別人發言 打亂這個議會的正常議事程序 這些是一個不民主的做法 要提升我們那個優質民主的方向 因為大家都在外國者的時候 變成我們可以將道理慢慢說清楚 不需要互相批評攻擊 將議題的方向實在重心 反而我們可以將問題的徵結慢慢討論 令到問題一層一層地解決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發展 我覺得圍觀者就應該更加要深入基層 了解群眾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先鋒作用 起碼新鮮事出 官員到不同的基層社區 了解居民的需要 生活面對的困難 這些都可以令到市民知道 中央官員對這些問題是認知的 不過反過來我覺得 特區政府更加應該要反省 為何他們不能跟中聯辦官員走入群眾 了解基層市民的困難 從而去制定一些政策 幫他們改善他們的生活 但問題是我覺得 你不是因為中聯辦官員下的時候 你才跟著下 理論上他作為一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 應該更加要自己去做這件事 而不是跟中聯辦官員的方式去做 香港的年輕人應該要更具有國際的視野 我們的發展不只是香港的彈軟之地 我們除了可以在香港發展之外 更加可以考慮如何和大灣區發展 尋找機遇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基建 已經落實了之後 其實我們回去大灣區很方便 譬如我們屯門這邊的斜塔國連接路 通了去機場的時候 車程已經縮短了很多 再加上去港珠澳大橋 基本上我們在屯門這邊 過去珠海那邊 一小時的車程都不到 其實已經到達那邊 我們可以想的發展 其實可以更加多元化